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 你的眉毛怎么了 你没事就好 腰红披面就问 你为什么 要把我和腰红的刀法 坚决告诉这邪里邪气的家伙 腰红这是责问 其实他们所期待的答案是 没这回事 那不关你们的事 腰红 你暂且留在这 别惹事 腰红 你家里发生了些事 跟我走一趟 是的 在腰红的记事里 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 字里行间也洋溢着疑惑与不幸 他甚至不愿意承认 那天他看到的会是真的公孙杨梅 他甚至对他不理不睬不关怀 只叫走了公孙腰红 如果叫走他的不是公孙杨梅 公孙腰红一定不会想 也不想会跟他去 要是叫他去的不是公孙杨梅 孙腰红也不一定会任由腰红一个人离去 他本来也想同公孙腰红一道去 可是习邪拦住了他 你不要去 而且这有着一股子很邪味道的青年 给了他一个足以让他留下来等的理由 唐主夫人马上要过来看你了 你不是正要找他吗 你若有事 就找他评理好 的确 姚红觉得最近一言堂里的事极其的诡调古怪 暴力且不合情理 他正要找那通情达理 且秉持着十分疼爱他的娘亲 来弄清楚这件事 怎么连一个陌生人都可以将自己软禁在家里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还算是个什么家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最重要的是 公孙扬梅还朝他点了点头 表示同一席写的话 虽然与其说是点头首肯 不如说是他的头 好像是过重的瓜 实坠在过清太寿的藤蔓顶端 不胜负荷的沉了一沉洞一洞 公孙扬梅看来很担心家里出了问题 对公孙扬梅叫他过去 无疑也很有些惊喜 他走了几步 忽然想起什么事 回头就跟姚洪说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你等我 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我们一定会跟你站在一道 你不用怕 这个时候 在半红仙院子里 一桶长春花生 铺在浓浓带绿厚厚身壁的原小叶掌上 是一朵朵纯白的 燕红 还有红白的精味分明 护肩相应的花 每一朵都像是一掌希望 但绿色那么厚重 白色那么纯粹 只有红色部分 像一滴滴鲜血 焦力动人的撒在上面 风一吹来 万般千叶摇 就分外显眼 让姚洪这一眼看了不知怎的 心中一鱼 有点想哭 我们是朋友 好朋友 你要小心 公孙姚洪本来开不要走 听了就回过身来 伸住姚洪 握着她的一双手 我们何止是朋友 我们是姊妹 好姊妹 然后 姚洪就走了 之后姚洪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在姚洪的手绩里 显然是认为那一次 是她最后一次和姚洪见面 但却不是和公孙杨梅 因为她认为 温柔缠绵的那一夜之后 公孙杨梅就已经失踪 不存在了 甚至 她在历日见到的那个 并不是真的公孙杨梅 那一次 她肯定 她没养过梅 是一直垂着头 她扔给阮剑 两次试图要闯出去 都给人截了回去 她第一次溜走 给西斜截回 无论她怎样 出手西斜都轻易化解 她没有伤害她 可是 她却比直接伤害她 更令她心头发毛 一 她对她的任何武功招式 都很熟悉 不管神枪会的枪法 还是安乐堂的秘诀真法 或是一言堂看家本领 非烟神枪 乃至公孙杨梅独创的剑法 她都是了如指掌 举手而破 出手破解的时候 还双目发亮 面上 会带半个诡异的微笑 就像在游戏一样 二 她看她的时候 神情独特 就像看一排 放到她面前的美食 但她又并不着急要吃 可是只要她想吃要吃 就一定吃得到 她截住了她 让她知道 只要她不许 她是绝走不出去的 你凭什么拦住 这是我家 堂主的命令 我不能不听 你叫爹亲自过来 给我个说法 他要过来时 自然过来 叫也没用 你 你有说我娘会来看我的 习鞋一双 像在阴间 才见得到的眼睛 完全没一点善意 她似 对她答应过 而不能履行的话 是做天经地义 她会的 她来的时候 她便会来 你急也无用 然后 她告诉她一句奇怪的话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在世间 只要你运气没了 本来不够 依靠谁也没有用 你爹很有本力 你娘很疼你 但他们一旦出了事了 又能依赖谁啊 今后 你若赶紧依靠我 还聪明一些 尽管这话是摇红不寒而立 她还是怒斥了一声 你以为你是谁 敢对本小姐说这种话 我是习鞋 想我靠你 你去死吧 你给我滚 习习一点也不激动 只告诫她 我死不了 但你心爱的人只怕 都得死得很惨 还有 我要是真的走了 不在这守护你 恐怕你才是 真的不行 她说的竟是真的 到了第二次 摇红想偷偷溜走的时候 遇上了三个四人非人 四兽非兽的怪物 她一见到这样子的人 心意慌了一大半 他们只有嘴没有鼻子 一只有鼻子没有嘴 还有一只全身都是鼻子或嘴 不 都是洞 全是窟窿 摇红跟他们简直不能打 因为招式武功用在他们身上都没有用 全不管用 摇红的确 已刺了他们七八刀 但他们依然如狼似虎 相媚死妖一下子都按住了 张开血盆大口 和那些洞 就要咬她 试她 吞噬她 并发出咪咪呜呜的怪名 他们的体味很臭 臭的 简直是臭不可闻 摇红真的吓坏了 她实在是没法想象是自己家里院子里怎么来了这么多只怪兽 她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每到深夜都会听到令人毛管竖起的惨嚎与哀嚎 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死在怪物手上 更断断不曾想过居然会死在家里的怪物爪牙当中 她给揪住之际 就算没给吞噬也快吓死了 幸好那时那邪气青年又出现了 她一挥手 发出古怪的啟响 那些野兽就退了下去 尽管在走的时候 一面撒手 一面垂胸 一面怪丝 一面凶光目露 但还是一只一只的退了下去 我说的对不对 你遇上我 是幸运了 习邪在深夜的花丛里 雨掉平静的 像平点一幅陈年的山水花 姚红仍未在惊恐中复原 要是我迟来一步 习邪对云一点恶意也没有 但她每一句话都是不怀好意 还邪得令人毛骨悚然 你就会给这般野兽吞噬 撕裂了 他们在杀人淹血之前 最喜欢先发泄他们的授予 你有什么事 都可以得到允许 我是个好商量的人 你为什么要走 姚红只是哭泣 她知道在这个时候 流泪是示弱的行为 但她因为太惊惧太无助 忍不住地要引气 是觉得闷吧 好 我把丫鬟小红找来陪你 姚红似乎又有了一些希望 娘呢 你不是说她会来吗 她本来要问的 还有公孙妖红 更虚切知道的是公孙杨梅 可是她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只怕她绝不会那么轻易地 见到他们了 但爹总不会 连娘也摒弃在外吧 习邪听了只说了一句 你急什么 我说的话一定算数 只争迟早 就走了 当天晚上 当姚红扶着她身上那些 又轻又淤的伤痕之际 忽然竹影一晃 公孙小娘已来了 她憔悴 她苍老 她甚至满身是伤 有的是淤伤 有的是擦伤 更严重的是内伤 姚红一看 已浑忘了自己种种波动 一直要问她母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爹疯了 她本来是个有才干的人 但却野心太大 大的什么都可以牺牲 大到什么都不管 她做的事 伤天害理 禽兽不如 我劝她 她不听 我阻止她 她殴伤我 然后 她母亲随即发现了 她的不快乐和身上的伤 公孙小娘很快地就明白过来 当姚红告诉她 公孙杨梅 姚红也可能为此事失踪之后 还提起了公孙杨梅古怪举止 她娘亲就表现得十分激愤 切齿冷笑 她们太过分了 终于樱头反噬 做法自闭 没想到 连自己人都可这般对待 我也别无大法了 只有余力 去破坏她们的计划 娘 你要小心 你不要担心 我要是真阻拦不了他们的阴谋 只好连同安乐堂 不惜告上正法堂 也要结下这一场好劲 公孙小娘 擒着泪光 扶着姚红 如铺无发 我这样做 也是逼不得已 但你爹和那姓蔡的 以及上面的人 全招了魔似的 所作所为 已触怒了天条 我就算入地狱下游锅 闯南天门 也只好尽一己之力 绝不能让下一辈子再受害了 也不知怎的 那时候 烛火土舌 映照在公孙杨梅的画和题字上 孙姚红只觉得很创燃 可是她却忽然打心理 生出了疑问 为什么公孙杨梅 还在与她恩爱缠绵之际 竟会生出了此情可待的情形 而且还写下创燃等字句呢 为何 她没有找到答案 因为她娘亲 也没再回来 倒是小红来了 来办她 陪她 帮她度过悠长的岁月 至于小红 也给近日来 一言堂里发生的事 糊得心惊胆战 唆涩不已 因为事情太可怕 太鬼步了 一切都发生在姚红自己的家里 自己的身边 一下子熟悉得全变作陌生 大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每个人都怀着疑虑和恐惧 像一个大难 一场浩劫或一次天前 只有花仍盛开 开得燕 开得盛 开得肆无忌惮 就像他们也知道 开完这一次 就要泄了 叼了 灰飞烟灭了 在那座亘古以来 就给称为大神风 历代皇帝 多在此进行风扇大典 祝神祭祖的古老山上 有的是名圣古祭 行宫神庙错落分布 悲刻石雕 比比皆是 楼殿宣阁 四亭 灌 宫 碑 牌 齐步于这座 争容摧微的山上 各栈要害 护天盛景 然而此际 林王母 她的虎山头上 风很大 还没下雪 但却比降雪还冷 快下雪了吧 山上有七具死尸 虎山口 鞋子斑斑 他们本来是七个生龙虎虎龙马精神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有名有姓 在家族里 受人宠护和让人崇敬在江湖上有名誉有地位 其中一个最有志气的 她的报复 是入朝主政 做个改变历史的大人物 其中一个质量最小的 也想玩尽她一生所见过的美女 还有一个有点断绣之痞 她的一去不回 使三个跟她相好的男子伤心欲绝 另一个则有咀嚼蟑螂 跳蚤和梨一起吞噬的怪癖 甚至她死的时候 还没有人发现她有过特别的嗜好 有一位 则因为从强梁手中 救过一位寡母和两名孤儿 而腹伤断了两指 也因此名声大噪 但她家族和江湖上的人 当然并不知道 后来她在无人之处 坚恶了那美丽而搏命 而又不防范她的寡妇 因为她想保存好名声 所以她把母子女三人 全推下山崖去 然后她继续享用她的荣誉 有一个脆弱的 只要听到孔雀叫鸣 就会全身哆嗦 潜伏的阳颠风筝发作 但天知道 她的变态与疯狂 还有一个是正常人 只不过喜欢在热瓦上小便 在冰封的和尚大姐 她为了喜欢闻到 火烤焦肉的味道 往往把敌人留而不杀 将之封了穴道 把敌人的手手脚脚 按在热炭上烤 她享受那种焦味 和对方的惨痛 据她 主主告诉她的同门兄弟 那感觉像刚铸造了一把好枪 然而 而今 他们都躺在山上 残缺不全 如果无人收尸 很快就会腐朽 化为泥沉 天地共戚 人鬼不识 跟七只蝉蝉 蟑螂 或野犬 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的死去 生前的怪癖 也因而 泯灭